欢迎收听教育不一样节目 本节目每周六上午8点 在好家庭联播网 台中古典乐台FN97.7 台北Bravo FN91.3联合播出 还有Podcast上也可以听到 我是蓝卫英 今天要进行的主题是 人才不一样 邀请到的是台湾田野学校公投 叶哲月 跟大家聊聊地方创生 还有地方创生的人才 公投早安 早 大家好 卫英老师早 2019年是台湾的地方创生元年 政府针对人口失衡的问题 拟定了地方创生国家战略计划 透过企业投资家乡 科技导入整合部会创生资源 还有社会参与创生 与品牌建立的五种方式 资源流动也让更多的地方组织 逐渐有点连成线 在乡村开启了地方创生的行动 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 可以从公投的分享里头 对于相关的领域 还有人才的需求 有更完整的认识 各位听众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的节目 好 我想一开始呢 刚刚公投有讲 我应该说我有讲 它是台湾田野学校 那到底什么是台湾田野学校呢 台湾田野学校 其实是我们的品牌名 那我们的公司是台湾田野工厂 那台湾田野学校 主要是我们的精神 是相信是说 学习除了是在学校的围墙内之外 其实台湾的土地 其实都是学习的现场 所以我们比较相信哪边是问题的现场 就是学习的现场 解决问题就是学习的开始嘛 对不对 好 那当然我会找您 是因为地方创生的主题 所以为什么你现在在做的事 还会属于地方创生呢 地方创生其实有蛮多不一样的 切入的一些方式 跟大家不同认定的方法 那我们自己是比较相信是 如果在一个地方是开创 可以持续连接人跟土地的事业或行动 这比较是我们认定地方创生的一些核心 好 所以只要可以连接人跟土地的部分 那以前有很多工作室啊 为什么就你自己这样接触 为什么这几年会特别 这个名称很盛行这样子 就是其实像农村再生或者是社区营造 他也都是大量让我们自己开始回望 自己的土地的一些故事啊 或者是人物 但早期比较多是在链接情感面的部分 或者是看到自己一些土地的特色 但他并没有特别去强调开创性 或者是持续变成事业 那运作了二十几年之后 我们发现如果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可持续的事业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让年轻人 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土地上 持续有这样的一个行动 对 所以这是差异是怎么成为 可持续的事业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对 我以前看过一个资料 就在比社区营造 尤其早期我们用的词就叫社区营造 所以那时候地方创生刚出来的时候 真的蛮多人在讲 那这跟社区营造有什么差 差别 那我后来看一份资料就有讲到说 社区营造其实比较像公部门一直支持 那我用很多经费金来 让你有一些活动看起来火弱 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 假如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可谋生 好了 他变成一个可盈利模式的一个产业的时候 那年轻人当然就不会回来 因为我不可能每天在这里办活动 然后看起来好像很热闹 好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刚刚公投讲的这个地方创生不太一样 那就你自己因为毕竟你在这一行 虽然没有错 你不会接触到所有的地方创生 你平常自己有互动过 或比较熟的地方创生的组织 或者是他的事业的面向 大概是哪一些呢 我们自己看到几个面向比较多 都是有的是比较偏自然资源的 比如说他今天在守护海洋的文化 或者是盐业的文化 糖业的文化 都比较是有一些自然的地景 甚至是产业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块 那另外一个区块看到比较多 是比较育苗跟教育面上的 就是说我从一开始的 学生这部分的关怀 然后跟培育 他怎么样成为一个事业 那我看到比较多在地是这两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是体验的 就是我从原本的文化资产 或者是有魅力的一些地方 他怎么转成 让大家可以进到地方的 学习跟体验的模式 这三块是我看到比较多的面向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像讲 保留有某些 比如说过去的产业好了 对现在可能不一定有 过去的文化跟产业的体验 一个还是着手在教育面向的 另外一个就真的是保护 保护的概念或保育的概念的这部分 那就您自己在看 到底地方创生整个推动下去 他对区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如果比较长远的重极目标 大家都希望说 大家可以多生一些小baby嘛 然后也可以去造成 有一些区域的一些人口的移动 就比较不会是 比如说头重脚轻 都是在北部或大的都会区 我觉得这是有一些国家战略的 一些终极目标 但我觉得这是比较长远 那我自己刚才有提到是说 其实如果说 每个人就像一个种子一样 你真的是想要让他移地到一个 更适合居住的地方 他其实要先建构 在那边有人的支持系统 然后也还要你 对这个土地真是认同的 如果说真的要创生 他是真的要把自己种下去的 他其实不是像一个花盆 移过来摆好看 几年就在移去其他地方 对所以在建构人的连结 跟土地的一些归属 他其实需要一些历程 然后也需要一些脉络 所以看样子就是 如果你是为了赚钱去的 成功的几率可能相对会小 你一定要先有情感 对不对 OK 那而且一般来说 会有地方创生 在我的印象里头 我们会特别说 他是地方创生 大概都是那边 是不是比较萧条 或者说那个东西 其实对大家来讲是 废弃的或没有用的东西 是不是比较有可能会成为 地方创生的主题 如果说是 对刚刚伟老师提到这部分 是会比较是显学 就是因为你比较容易 就可以看到他的问题点 对但是这也提到一个关键 是说其实地方创生 他不会是都会就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乡村就比较需要这样的支持 我倒没有一定有这样的认为 我反而是觉得是说 如果一个大都会区 他其实也有很多小的单位 跟区块 他可能也是需要被解决 所以还是回到 每一个地方的问题点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差异性 然后可以解决他 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创生的一个切入点 就有点像那个逆风剧团 就是伟胜他们在做逆风 就是在做看起来是大稻层 好像从那个地方出发 因为那是他生长的地方 从中错的孩子开始去 看起来是解决问题 可是他其实同时创造另外一个产业 他们有一些活动的地区 有剧团 咖啡厅现在做很多 所以某个程度上地方创生 某一面看是解决问题 但另外一面就是把问题 转成社会发展的助力 所以这个是可能一般听众 比较不会看到的 因为大部分的听众 遇到地方创生都是出去玩 出去玩就是 这里有可以看的 这里有可以体验的 但是大家可能不理解的是 地方创生很根本的 其实是希望同时解决问题 所以能够发现问题 其实就是机会点 因为大部分人看到问题 就会只想跑掉 但是你刚刚特别提到 多生一些孩子 是怎么说 因为现在是 等于是说整个国家的人口 生育率是下降的 那下降的话 就是说等于国家 未来的劳动力跟竞争力 它是会建构这样的 出生的人口基数 去评估一个国家的 未来发展 对啊 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 在国发会一个 蛮重要的指标 就是怎么让大家 回到地方之后 你愿意再有孕育下一代 那它才会有新的可能 所以那个孕育 有可能是事业 那也有可能是新的家庭的生命 这其实都有 也有可能是关系人口 但这个其实面向还蛮广 对 我突然在想说 都会区也可以孕育生命 但为什么没有鼓励 工作压力可能太大了 所以到了一个 因为这样讲起来 地方创生的工作 其实是蛮需要热情的 对 所以也许对生命的投入 跟生命的那个期待会更深 如果常发现 年轻人或有一些人 不太想要生育下一代 有一个蛮常见的理由 就是他们觉得活得很辛苦 自己很辛苦长大 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就好了 不要再害别人 对 当然如果他对生命的各种可能性 会有向往的时候 或许这也是一个 可以促进下一代的 产生的一个机会 这样 那当然这样讲起来很理想 我们刚刚也说 发现问题就可以做 可是他的主题真的这么好找吗 你自己看呢 这确实要找到一个 你愿意持续投入的主题 也不是那么容易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 他有蛮多机缘的 可是在这过程里面 你怎么样先找到 自己可以帮上忙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 我们到一个地方会想要 是那个城市可以给我什么 可是有个 有个另外一个角度是说 你有累积了什么能力 是这个城市需要的 对啊 在那个需要的过程里面 你开始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试着协助解决了地方的问题 然后也跟人产生开始 有一些不同的链接的时候 你慢慢会找到自己的价值 然后进了有可能发展出持续的事业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 我在做协会也很像地方创生 因为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也是 得要发现那个场域的问题 然后确实我也有我可以做的 可是确实我对场域有一些我要学习的 那怎么样从他们那边获得我需要的 然后再把我有的可以给他们产生帮助 最后两边都得到好处 这样看起来好 我只是在想我会不会也是地方创生 是一定是 因为他 其实我自己比较广义的去看地方创生 其实是一种朝向让彼此更美好的动力 但是他不是一个筛网说谁进来谁不进来 所以如果更多人愿意让自己的家乡 跟自己的土地甚至自己更美好 那他广义的认定 其实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一个行动 是 好 那这样我当然就想到一个问题 你知道很多人到不同的场域去 刚刚讲到看到问题 那蛮多人到场域里头看到问题 他就会很想觉得 我很有能力我来帮你解决 那种上对下的感觉 就是我是来解救你的 类似有这种感觉 好 可是事实上做地方创生好像不是这样 因为他有很多需要跟在地的人事物互动 那就你自己的经验 在处理地方创生的这么多的人事物互动中 他可能会有哪些诀窍 或者是会遇到什么困难 比如说你也可以举你自己的例子 对 因为有时候常在讲说 我们这种外地人遇到地头蛇 确实好像蛮容易被看不起的 这样子 我也是刚才这样提 我自己觉得 把就是自己在地方的前三年 其实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会试着带着自己专业 所谓的设计上的专业 或者是想象中应该要怎么样生活的美好 想要去教育或影响当地的人 对 所以其实如果抱持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确实是蛮容易被修理跟教训 对 所以其实我前三年也一直都处于这样的一个混沌跟混乱的状态 也是慢慢的社区告诉我说 谁才是真正的生活者 谁才是真正的需求者 那设计应该是作为一种协力 去朝向那个方向 而不是去制定他未来的生活模式 是 我有遇到一些年轻人去偏向当老师 那真的是满怀热忱觉得我要去偏向服务 然后去就一开始就觉得 偏向老师就是没有热忱所以不帮忙孩子 所以孩子才这样 再本来就是他没有很多困难 我就是要去解救他 就没想要一去的时候 不是挂了先阵亡的是自己 第一个生活不适应 然后再也就发现 他所有觉得会有用的方法都没有用 因为完全不是在那个脉络里 所以我有时候常劝他们说 到场域里一定要先蹲低 因为这个场域一定有它的独特性 然后这时候你了解了以后 你才会知道什么东西是人家真的需要的 不然人家真的就在看笑话 就是我看你能变出怎样 对你可能是我看到的第101个年轻人 等一下又阵亡了 对所以那个人事物的互动 应该还是有很多诀窍要抓 OK 那当然回到这里我就要谈 你自己在推展的过程中 你觉得地方创生的推展 他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有哪一些呢 我觉得遇到第一个困难 应该是信任的问题 对就像刚刚伟吟老师提到的 就是说如果刚才提到的是 比如说片唱的教师 他可能一年一年的来往这样 对那我们可能会被视为 是一种接专案的团体 对那你就想象在这边的土地上的社区 或人他其实每年都有专业的学者 来访谈啊调查 每个人都跟你说我是真心的 我想跟你失手一辈子 对可是都是一年后就走 所以其实后来社区其实是关闭他的信任 因为他觉得你们都讲那么多 最后成果也不会给我 然后办完成果展之后就离开 所以怎么样去续接彼此的信任这件事情 让他知道你是完真的 他不是接完计划就离开 而且是真的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 而不是带着成果就要离开的 这个团队 这个信任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修炼 所以你自己也有遇到这样的困难吗 有我自己也有 其实我刚才就提到说我其实前三年在加一顿点的时候 社区系都还觉得我是接案的团体 而且看起来就是 看起来就像那个收保护费的大哥 就是他也是一种自我防卫心态 所以他不相信要跟你真的要谈感情 他觉得我们就先客套 到第三年的时候发觉哎呦这个光头 没有就是还活着 还继续在这边营运 然后还持续在跟社区做互动 他才开始跟我们说 其实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那时候才真的开始交往说 我们来谈谈未来要往哪个方向前进 我们去年节目有访问既大的教授 然后他们有个课也是叫孩子去附近 也是地方创生的课 然后去了解农民或什么 那他就说孩子们还在大学研究那个题目的时候 他去找那个农民 他什么样都不理他们 也不跟他讲任何种田的技巧 直到那一群孩子大四毕业后 一起留在当地租一块田地 然后这时候去问那个老农夫 他就理他们了 对因为他相信你不是来玩玩而已 对我觉得真的蛮多这些需要帮忙的地方 长期被别人这样 随即到后来他会觉得 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跟你玩 我刚去台东的时候 也有点这样 大家会觉得你这台北来的 然后看起来好像是高中老师 你到底要干嘛 对啊你真的要待了够久 而且理解他们 他就会开始跟你说 老师你都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 而且你在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 不是一直叫我们做你觉得重要的事 那这个信任打开以后 其实后面很多事就可能了 真的要一点时间 因为我常常觉得 很多弱势的人会不断的被 不同的人来来去去帮忙拍照啊 这个好那但是到底最后真心是什么 他们会越来越关闭自己 那我想地方创生感觉起来也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可以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你们现在在嘉义旧监狱 你实际上在营运好了 或者在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 我们现在在嘉义旧监狱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算是一个园区了 那里面没有收容人了 所以现在在里面营运的话 有几个 第一个是我们把监狱本来这些文本 比如说大家会很好奇啊 以前的收容人 他的新生报道的流程跟检查程序是什么 然后有没有越狱的故事 那我们透过这些文本的调查 就把它直接转成实性解密的游戏 所以你现在如果透过来旧监狱这边 我们通常都比较不会团体的单一的导览 因为其实可能会听的只有前面几个 我们就让他用实音解密 用LINE的手机 他就直接可以去探索这些历程 当他对空间跟故事有感受的时候 我们后面再来做引导的反思 他就会更有好奇说 同学就说 那请问一下这边有没有实行啊 那他怎么越狱的 那他是透过什么方法 那这样子要认证念书才可以越狱吗 是不是需要什么方法 那我就问题的导向就开始跑出来 就变成那个参观者的主体性就出来了 因为过往的导览就是 反正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 那你自己对他也没有连结 也没有想问的 所以这也是融入一些比较新的 一些互动的模式在做 所以你们在现在的旧监狱 主要做的就是做导览跟体验 还有文化的了解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另外还有一块就是 比较偏整个聚落的营运 那因为我们也在思考是说 像旧监狱这个园区有四点多公顷 对那我们自己有个渴望是说 那台北有华山跟松烟 那南部有没有可能有个旧监 他也是一个从原本的 就是预政的文化 转化成文化体验之后 未来到聚落的进驻的单位 工作室甚至是商业营运 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园区的经营模式 所以我们也在试炼这一块 所以有点像我们在松烟会看到有一些商店 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展览会场 所以还会让他更多元 因为某个程度上如果他的多样性出来了 其实人家也会来旧间走一走 不会像以前就是我只是要来旧间走吗 我可能就会想那我去别的景点 好OK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到嘉义来 记得要去走一下 对欢迎来监狱 我们这个监狱很独特 是台湾少数你都不用干什么就可以进来的监狱 你不用努力犯罪你就可以进监狱 那这一段节目我们从公投这里大概对于地方创生的产业 在做的事情或可能遭遇的事情有了一些了解以后 这一阶段我当一开始就很想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听起来地方创生看起来好像很美好 然后最后好像要产生一个很伟大的改变 不但要能够盈利好了 要能够活下来 还要让地方产生不一样 那你真的讲一个现实面是 这真的可以谋生吗 好很多人都会 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比较偏基金会 或者是社会企业这样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地方 我们这个工作它是一定要 一定要可以谋生的 那一定要可以 不要说赚大钱 但是我觉得要能平衡 当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伙伴的薪资 要支付得出来 这是一定要的 其实没有那么浪漫 因为我们现在 如果说像我们今天接受访谈 或出去做分享 大部分人家想知道都会是一些 比较感动改变的故事 所以那听起来其实都是非常感性的那一面 可是我自己都常常想是说 你要有多感性啊 你平常就要多理性 所以它其实是要有两个很不同的脑袋 那在那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都要去思考它怎么样可以营运 这营运的部分其实会回归到 你到一个地方解决问题 其实并不是只是去单方向解决问题 它还是要能成为 比如说是专案 或者是它能成为你自己专业上 它可以就是有一些所得的可能性这样 所以如果有些年轻人回到地方 他是比较就是一股脑的 想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 我其实我都会先提醒他们要先能自私 然后才去做无私的工作 但那个自私是把自己私人的事情顾好 不然他本身如果成为社会问题 那他还要再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 会产生蛮多自己的一些矛盾 活下来是第一步 就是就像你说的 他不能还没解决问题就变问题了 他要先活下来 当然他不会是社会问题 他可能会是家庭问题 所以怎么活下来是第一步 就这样 好那下一个就要问得更隐私了 对不对 因为没有一个系出来就是要做地方创生的 也没有一个行业在以前说我长大要做地方创生 其实是没有这个产业的 那你怎么会走到这一行呢 我自己是以前是念建筑设计 对那建筑设计其实比较多会是一个设计的委托工作 对那但是虽然是建筑设计它比较像是专业 不过我自己的本质里面都一直想要去改变一些事情 就是怎么让台湾或者让这个土地 甚至透过建筑 让大家感觉到这边的一些美好 所以等于是我一直有潜在这样的一个动力去做这个 对那我自己是有一次机会是因为311地震的时候 到日本去做灾后的艺术陪伴 对那时候我们是透过建筑跟艺术 跟当地的311的地震灾民去做一些交流 对那在这交流过程里面 因为那一年在日本绕了4个地方去做陪伴 那本来想说是去日本去做协助的 不过绕了一圈之后 最后落成的时候 我从当地的灾民这边 还有当地的住民 他就握着我们的手 就说谢谢台湾 谢谢南岛这边带来的自信跟热情 他们的灾后重建 就从此时此刻跟台湾带来的热情开始 那一刻我才觉得 哇我原来身为台湾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所以本来觉得是去帮助别人 反而透过那一年 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大的收获跟回馈 所以就是被感动了 就是你讲的感性 但是感性回来的话 那回到台湾 那是你的起点吗 但是回到台湾 怎么开始这件事 因为你本来应该是有工作的吧 那怎么放掉 然后又怎么开始这个 而且当时放掉家人 家人OK吗 这件事怎么开始的 就是从日本回来之后 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也都还在公司上班 对那我就试着偷偷的在公司的专案里面 比如说他本来可能要委托 然后一个设计的工作或社区的营造 是要委托专业的工班营造厂发包去做 那我们就把它解构 有些让年轻人就可以来参与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过程 移地到屏东嘉义不同的地方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社区的打造工作 然后就开始去接触 台湾现在就是有一些社区的问题 然后怎么透过建筑 或透过地景的方式去做改善 所以一开始等于不是真的专门在做 是试着做就对了 先试着做看看 所以那时候那个阶段 大概做了哪一些部分呢 那时候像我们在台南的时候 就有试着把比如台南市修剪的行道术 然后跟台南企业基金会这边合作 然后去重构一个公园 等于是用回收的材料 跟当地的居民还有艺术家 然后甚至是未来的营运的单位 去滚动一个地方 其实那时候其实 因为那时候才2014年而已 确实还没有地方创生这样的名词 不过我觉得还是在从 以社区营造的一个角度 透过人 然后跟一个环境的链接 开始去萌生 对一个地方的一个想象 那怎么走到现在的嘉义旧监狱 嘉义旧监狱是 因为我自己在 有很多设计工作的遗地的过程 就是南台湾到处跑 就开始会觉得 有点点心虚 就好像你创作了很多的作品 然后跟很多年轻人的互动 但是你无法接续下去 就好像你生很多小baby 可是你好像没有办法喂养 然后跟他在持续互动 所以有两三年的时间 你会不敢回到那个改造的现场 因为你很害怕面对大家的热情 再问你下一步 可是没有资源的时候 你就会不敢再回望这件事情 所以等于在这过程里面 刚好在嘉义有机会 去做整个嘉义式的社区营造的委托 那我们就透过净土 然后开始注点在嘉义 就比较用长时间 但是速度放慢 去看一个时间的问题 跟人的相处 那这是从嘉义开始定着的一个契机 这是你刚刚讲的嘛 地方创生真的要改变 真的要在一个土地上 真的要把自己种下去 对吧 所以你就把自己种在嘉义 因为你本来就是嘉义人吗 其实我是台北出生 然后台中念书 南部工作 最后定居在嘉义 所以你本来跟嘉义完全没有渊源 对其实没有 只是因为刚好就接了这样的一个案子 以前对嘉义也是印象就是火鸡肉饭 不然就是阿里山小火车 我是没有印象 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印象 火鸡肉饭应该有吧 还好 那你一定要来吃一下 我有吃 我是后来有吃 我现在很常去嘉义 以前就只有大学同学有家中的 就住嘉义的又有家中 就这样而已 然后就知道 哦阿里山 可是以前没有像现在那么容易上阿里山 所以那时候就真的还好 我反而是真的这几年比较常跑嘉义 也是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会到那个地方 可是既然它不是你的家乡 我其实好奇的就是 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情感会让你愿意投入这么多 这个也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 第一个台湾蛮小的 对那我当然自己也去回望是说到底什么算是家乡 是出生地是家乡 还是第一个恋爱是家乡 还是身份证上面最终写的哪里是家乡 对后来我是觉得 只要当下你认为你认同这个地方 是你要持续生活的属地 那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家乡 这样 对啊那在过程里面我觉得是 因为我刚好有个记忆员 就是也遇到嘉义旧监狱 嘉义旧监狱其实是一个一百年的这个古迹 但他因为搬迁到新的监狱之后 他就变衰败下来了 对那我觉得因为以前都是随着不同的专案 一年一年或两年就会结束 可是我看到一个地方他已经衰败三十年 那我也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可以做一辈子 对那我如果有一个地方 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建筑的专业 然后甚至是以前的经验 但是我可以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累积 那我很希望看到一个园区的历程 他可以接续这个百年的动能可以长到什么程度 好那刚刚讲营运好了 我当然回到一个比较务实的 因为事实上你学的是建筑设计 那你开始在做这件事以后 尤其你现在等于是老板嘛 一定有很多事是在你原来的学习中 非你本科而且从来不用处理的 那当你在做地方创生的时候 到底有多少新的事情跟新的能力 是你为了要实现的理想 开始去发展跟学习的呢 哇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一接触到创业 他就所有都是新的能力 对包括从财务这件事情 然后你怎么样找到好的人才 对啊你怎么跟地方沟通 啊怎么样做危机的处理 对那甚至是那明年的策略 或者是方向跟未来的使命 这些归纳 其实全部都是新的能力 对 会不会有那个热情突然不见了 你知道有时候困难大到 你觉得还要继续吗会吗 夜深冷静的时候 有时候会想一想说 自己都在做什么 对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但还不至于会迷失掉说 自己就不要做这件事情 对但是会思考 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影响力 对啊没有 有没有非我不可 有没有还在那条路上 对对吧 有时候会 你会不会有 有没有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会看到别人在干嘛 自己会很焦虑 你懂我的意思吗 有时候我们常在做一些新的事情 有一些类似的同行 或不完全同行 就发现人家怎么做这个新的 人家怎么干嘛干嘛 会有那种焦虑感 去觉得 那我要不要也做什么 会吗 这个很长 因为我们就是当负责人 你又要想办法学习 不同的典范 然后比如说我们看商业周刊 天下远见 每个看的都是标杆的 看的中文就说 完了完了 那怎么办 自己怎么 是不是要赶快学AI啊 或者要赶快去做 人资的培训这一块啊 对 可是后来会发觉是说 这是一个好的驱动 是你可以在 让自己的团队更好 不过有时候还是要回到 你自己现在组织的一些规模 去做类比 不然如果每个都类比 到台积电的时候 那你自己就会很辛苦 对对对 又要能够对新的资讯有掌握 又不能有资讯的焦虑 是 真的 就像我看脸书一样 看了觉得很棒 大家在做很多事 但看了就觉得 天哪大家都在做事 我在放假怎么办 我和人家看你 都有在工作 好了 没有啦 我也是会放假的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真的创业的人都很难免的是 因为有时候你又很怕 一松懈会被 因为你知道 对所有的创业者来说 原地踏步就是退步 你非要往前走不可 那当然刚刚你讲到 人缘 人资 那我也好奇 就是像你自己的公司里面好了 大部分会来这边工作的 他是年轻人居多 还是 还是其实不一定 然后大概会是什么特质的人 会想要投入这样 地方创生的工作呢 我们的工作团队现在平均都是83年次到90年次 对 阻力其实都是这个区间 对 那会投入的 应该说第一个 普遍都是女生 对 男生其实真的蛮少的 对 这是第一个 原因是 第一 我觉得 我后来问过几位男生 他们觉得 可能是他的过程里面会受到同侪跟家庭的影响 因为男生会觉得家里会质疑 你现在去做这些志工 或者做老屋的修建 那到底有没有薪水 他能做多久 他能做多久 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对你有什么帮助 他要很很即刻的去变现 所以对家庭 反而对这个男性来讲会有种压力 第二个是同侪男性 也会觉得 你去做这些志工 有什么用 你 难道你未来往这个方向吗 当他还没有确定人生的方向跟价值的时候 他很受到同侪的质疑 对 所以他反而就觉得 那我干脆不要做 就不会有问题 对 那那些来的女孩子呢 他们那些什么特质 为什么会想要投入 我觉得如果说是像我们会投入 我们工作团队 或就间这边的一些创生的过程的 大部分他们都是具备好奇 跨越 先行动再说 对 那我觉得这是我看到初步的一些特质 这样 然后 那因为过程里面 大家会参与这个就间创生的 他们几乎从老屋的修建 以前是从大一的志工 到大三开始两个月的实习 到开始学期 就整个学期的实习 然后后来变工赌 他是因为很完整 至少四五年的历程 对 然后才加入团队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大家都在寻找 你跟一个土地的关系 所以他可以从一栋房子 以前很衰败 然后里面都是废弃物 有人在里面吸毒 整理到现在可以变成一个聚会所 跟自己的工作室的时候 我觉得他好像看到了 三年可以成就一个这样的价值 那如果他变成十年呢 好像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 大家是在这样的历程里面加入的 其实我刚刚会问这一段 也是因为 我发现不管是做地方创生 或者做协会的 我觉得大家最大的困境都是人 因为事实上我们都在做帮助 或者是改变的事情的时候 只有钱是使不动的 其实真的需要的是人 然后那个对的人 那一直换人 其实对创办人来讲 最辛苦的是 不断的重新来教 就是培训人 然后你还要认同 或者是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然后能够真的传达那个价值 真的要花好长的时间 所以我刚会问你要不要怀疑人生 要不要不要 我其实讲的是 不过这 不过我老师提的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是创办人 或者是负责人的必修课这样 因为像初期 我们自己在创立的时候 有同事的流动 你都会回到问自己 因为你是负责人 你都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对 然后你 你为什么大家会离开 然后你会觉得 你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可是后来 你如果放大到 比如说像一个生态系 一个森林来看 它其实有一代目 二代目 它的替换 它其实会让生态更丰富 有无分的流动 会让你的组织更有活力 但是如何把自己的中间干部 或者是具备更核心 共同使命的人 愿意留下来 这个就反而要回到制度面 或者是回到自己比较长的愿景 才真的可以把人留下来 对 这也是我这几年的发现 因为重点就是 他的离去可能是 他的人生选择 不一定是对我的否定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要鼓励自己 不然没有办法再往前走 我们很棒 是啊对 这真的很重要 你知道创办人就是要自嗨 真的 永远要鼓励别人 还要一直鼓励自己 然后就只是为了 让我们的理想可以往前走 因为我们总是在做 你刚刚说的 我们其实是在独一无二的地方 也做着独一无二的事情 对 那这也就是地方创生最特别的 他有些事是很难复制的 对 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要去复制别人的地方创生 后来发现其实换了一个场域 换了一批人 其实就不一样了 好 所以他也是一个独门生意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 那您自己怎么看 如果真的有年轻人或者是家长好了 要去思考 自己的孩子适不适合走入地方创生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特质的孩子是适合的呢 我 我 我其实比较 目前比较没有归类是什么样的特质 适合做地方创生啊 对 那 但我会觉得有一些路径 对 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地方创生 就是关于有一些 比较独特的事业或独特的工作 我都建议是可以有步骤的去探索 就是你不用一下子决定你要不要 如果说今天你是学生的时候 或者你是家长 其实你可以先带小朋友甚至进到你想象中的地方创生的场域 或者他们在操作的一些工作坊 甚至课程 然后你去感受那件事情是不是会是你想要的 然后也是你觉得美好的 那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那你就可以再进而变成大的工作坊 或者是定期的参与 那甚至为了让小朋友进到这个机构去做实习 对 那让他自己在这个情境里面自己去感受 他决定他要不要往这个地方前进 我在陪那个台东的老师设计课程的时候 就印象在台东还真的蛮多老师很担心孩子长大一直离开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是台东人吗 他说不是 我说那就对了 台东不是只有人离开 还有人来 所以我们后来也是做课程的时候 就让孩子去访问那些来到台东 有的是回到台东 有的是特别来到台东 开始做比如说创生的工作的 去访问他们为什么会想来这里做这个事 那背后的理想是什么 对 确实也就像刚刚公头讲的 让孩子早一点知道原来在我们的身边有这种职业存在 然后原来这群人在做这些事情 他背后是不是只有一份工作跟赚钱 他其实有某种理想性 那慢慢的孩子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就会去想象那种可能 对 因为我发现台湾的孩子对于职业跟人生的未来想象好少 因为现在大概就只有台积电嘛 医生嘛 后面有什么师的才有办法想象 什么师啊 老师 医师 可是护理师大家都不要 现在连老师很多人都不要当了 因为那个压力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扩大孩子对于职业的想象 其实蛮大一部分是老师跟家长对于职业的想象要先扩大 不然你都不跟孩子聊 孩子也许他真的很适合做改变社会的事情 但我们错过了 那当然最后你怎么看 因为地方创生看起来他应该不会消失 然后也许会持续存在 只是说他可能会越来越 现在好像是显学在讲地方创生 但他有一天一定会变成一个如常的事情 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东西的发展 包含你自己的你的家一旧间 就像你刚刚讲的你还希望这样 可是这件事要开始怎么样推动 让地方创生的影响或者是他的存在更稳定 我自己是认为是说 每一个在地方工作的人 就试着去找到就是在你做的事情的魅力 人的魅力或者是空间的魅力 或者是你说产出的这件事情的魅力 对那因为我觉得在当代里面 他地方创生有个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你要能让这件事情是觉得吸引人的 他不会是很传统 就觉得做这件事情很苦 你一定要坚持 然后要守住 对而是你做这件事情的身影是觉得 哇你可以阅读到这个 比如说监狱的故事 这个城市的魅力 然后你欣赏到你工作伙伴之间 有不同的专业 那他才有办法往前走 对那这是我觉得地方创生 再往下走的这些部分 就是每个地方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然后去找出独特的魅力 互相欣赏 不要只是模仿 对一定要找出当地独有的特色 对我绝对相信人是移动的 也许就像公投说的 其实在台湾哪里是家乡 也许都是 那在岛内做移动 这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像我女儿那时候读书 我就是因为从小在台北长大 他你知道他从小就是那种 他一定要住在那个棋楼是干净的地方 因为他受不了那个 他住棋楼吗 我这一说楼下的棋楼 所以你知道像嘉义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棋楼 连人行道都没有的地方 他就会受不了 但是我就会希望他大学的时候到南部去 因为你才会知道台湾其实每个地方都长得不一样 那你慢慢就会理解是原来什么事都很正常 对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样不应该正常 好那我们才会想我要怎么改变他 对所以确实在台湾有各种可能性 那每个地方都有独特 如果我们不想要每个地方的名产都一样 夜市都长得一样 那我们就需要更多人去理解在地的特色 去创造在地的文化 然后才会有在地独特的产业 那每个地方才会值得我们停留 那我想今天很谢谢公投来节目 来跟我们谈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真的对于嘉义旧间有兴趣 你可以走一趟 你也可以从他们的网页去看资料 你也可以到业则月的脸书 其实公投会在他脸书写了一些他们在做的事情 那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支持他们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至少已经稳定了他 我绝对相信这一路其实不容易 他真的很不容易 那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好不容易成功 接着就是要让他怎么更成功 这对台湾其实是重要的 好谢谢公投 谢谢文老师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邀请您关注节目的粉丝团动态 并与我们互动 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好家庭联播网 台北BravoFM91.3 台中古典音乐台FM97.7 也邀请您上Podcast搜寻订阅教育不一样 感谢台湾田野学校的公投 业则月今天的授访 我是蓝卫营 教育不一样 我们周六上午8点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划